近一段时间,有关于中国正在研制替代歼15的航母舰载机的消息,在媒体上热传,而歼部31则成为热门候选机型。 另外美陆军批准新的体能测试,以期让军人能够更加强健,以及秘密文件披露英军层计划绑架外星人以打造超级武器等消息,也同样引起热议。 胡鹰还是歼20,谁是未来航母舰载机? 有关中国正在加速推进航母舰载机计划的消息并不是新闻。 中国航母目前使用的主力舰载战机肩负15虽说战力不俗,但其毕竟是第三代战斗机,随着舰载型F-35C加速交付,目前已交付28架,中国升级航母舰载机也显得日趋紧迫。 资料图片,2016年珠海航站上现役的中国FC-31歼-31隐身战机,哪款战机会成为中国未来的航母舰载机呢? 首先,歼-20是中国最为成熟的第四代战机。 但有外媒认为,其毕竟是一款重型战斗机,上舰可能存在尺寸方面的不变。 值得注意的是,2017年7月,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宣布研发国产四代机,而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,考虑到巴基斯坦与成飞在骁龙战机的研制上,有着愉快且成功的合作。 巴基斯坦空军非常有兴趣与成飞在五代机项目上在序前缘。 分析人士认为,巴基斯坦可能希望借助歼-20的成熟技术,与成飞合作在本土研制一款技术指标适当缩水且更为廉价的中型版。 歼-20,如果这种合作真能实现,那么以新中型机为基础研制,一款隐形舰载战机,也存在技术可行性。 在外媒近期的推测中,中型战斗机胡鹰也被经常提及,作为按照第四代战斗机要求研制的中型机,其在体型和重量方面,自然具备发展为舰载机的潜力。 不过,按照此前公开报道的消息,歼-31仍在使用俄罗斯发动机,而且原型机只有两架,从成熟度而言,自然远不如已经服役的歼-20。 对此,外媒评论称,胡鹰还应进一步完善,至少进入某种程度的量产,拜托,原型机阶段,才有可能谈得上舰载版的出现。 坚深了解一下,美军新体能测试强化本钱美国陆军近日批准了陆军战斗体能测试,美国陆军设计出一种包括六个项目的战备评估方法,新测试耗资约2000万美元,美陆军希望它能有助于令官兵变得更强健。 网上流传的美军飞胖士兵资料图,身体是革命的本钱,这句名言之于军人就更合适不过了,吃饱吃好也是战斗力生成的一个重要前提,俗话说得好,一个好的吹尸班顶半个指导员。 但是困扰美军的是营养过剩的问题,居五角大楼2016年公布了各军种军人的超重比例,美国陆军10.5%,空军9%,海军5.9%,海军陆战队员2.3%,肥胖军人数量比2011年增长一倍。 美军为了让军人能减下肚子,把能想的招都用了一遍,最狠的是把士兵的体质率显入档案,肚子太大就会丧失晋升机会,甚至还会被强制退役。 美陆军花费2000万美元,搞出来的新体能测试不仅能健身,还融合了模拟一些实战中能用到的动作。 搬弹药,扛商员,举占有业障,也可算是寓教于乐了,如果真能在玩乐中健身,还能稍带手锤帘一下实战本领,那这2000万美元就花得不冤。 电影看多了,英军曾计划捕获UFO来造超级武器。 英国每日快报披露,英国曾计划捕获一艘UFO,并利用其外星技术来打造超级武器,英国还不遗余力地调查,外星人被绑架之类的事件,一名空军指挥官撰写的报告还得出结论,英国的敌人可能已经得到一艘UFO,并利用其打造飞行器。 资料图片,美国民众拍摄的UFO,不清楚这种贴马行空的想法,是否是受到了变形金刚的启发,迄今为止所有的现代化科技微晶片,激光,太空飞行等等,都是对冰封的微震天进行逆向工程学道的。 很显然,冷战时坠坠不安的英国希望能找到一口吃个胖子的方法,少壮不努力,老大愿水溺,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或许心有不甘,但是迈开大步都连不上对手,而且跑步确实也挺累的,所以就把重现荣光寄托在了捕获一艘UFO上,这心理似乎与把发家,致富寄托在求神拜佛上有些许相近。 该计划中的两个UFO服务台直到1997年才关闭,但是后来披露的文件显示,英国军方对获取UFO技术兴趣盎然,并且将之视为与俄罗斯的竞赛,必须要先与俄罗斯抓到外星人,这也算是细经上身,与空气斗智斗勇的典范了吧。 俄放弃量产苏五十七十认输,获助中国歼三十一一臂之力。 俄罗斯副总理,人们在形容俄罗斯时,总喜欢用熊来比喻,这不仅表明了俄罗斯的强力,同时其凶悍也表露无疑。 而就在近日,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非常罕见的认输了,同时因为俄罗斯的这个举动,中国的歼二十未来,有可能将成为它的依靠,目前世界上能自主研制五代战机的国家。 就中美俄三国,俄罗斯的苏道五十七也在叙利亚战场上,以行动证明了它的性能和战力,俄罗斯媒体更是对其称赞有加。 但在七月初的时候,俄罗斯副总理就曾便表示,量产苏道五十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,这是怎么回事? 英国空战专家布朗克是这么解读的,说苏道五十七优秀,然后停止量产,只能说明俄罗斯对苏道五十七项目进行了全面的分析,了解就算升级,乃至研发成熟,它也有可能没有值回票价的潜力,也就是说俄罗斯相当于承认了,在打造可行五代机领域上,它已经输了,苏道五十七实际上早在2016年。 英国媒体就表示,由于隐身上的缺陷,苏五十七最多只是名义上的五代战机,想要同F35或者是F22短兵相接,几乎不可能,而印度的事实退出也给俄罗斯的五代机梦一记重击,所以俄罗斯才有了苏负五十七并不比苏三十五强多少的言论,一直以来以F35杀手,自局的苏道五十七,现在面临这种情况不得不说非常。 尴尬了,而随着苏道五十七量产计划的停止,中国的歼二十,歼三十一又再次被推到了台前来,美国人就曾对苏负五十七及歼二十进行了比较,他们认为,苏五十七是一款专门的空优战斗机,虽然为猎杀F22及F35为生, 但以目前表现的状态来看,其隐身能力有可能是致命伤,但反观歼二十针对加油机和预警机的猎杀,这对美国来说,就是其难以防范命门,非常致命。 尖三十一现在苏道五十七已经退出了这个舞台,未来同美系五代战机的争锋的重任也就由此落在了中国的身上,其中尖二十就是顶梁柱一样的存在了。 因此中国的这些朋友们对于歼二十的购买欲望是与日剧增,但参考目前的状况,他们这种奢望怕是很难实现,不过幸运的是,从近期央视对歼三十一的曝光来看,官方也是要主推歼三十一的节奏啊,以歼二十所表现出来的优异性能,相信同根同源的歼三十一,也不会差到什么地方去。 毕竟歼二十的隐身设计和RCS验证,沈飞其中也帮了很大忙,可以说俄罗斯做出的停产举动,将有可能驻歼三十一EB之力,甚至俄罗斯就可以直接向我国购买歼三十一进行防卫,以中俄之间的革命友情,这价格估计,并不会比俄罗斯造苏到五十七贵。 作者署名,前沿绍所至中西浪军示威信号,CNNLUS常,暗示别二维码关注。 某些东西isation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